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所以我们也因此呢 我们忘记感恩 这是一个重点 再来我看到的也是 人世间各种变化 有万花筒一幕又一幕 那这不过是信息数据而已 那其实变化多端 永远计划改不上变化 所以其实这一切的一切的问题所在呢 人生的一幕一幕就是在那一念之间 我们的信念 我们的起心动念 一念之差 所以是差得很重要 一念也可以把我们带到天堂 一念也可以把我们拉下地狱 那这一切一切只要我们明白 灵魂不灭的定律 因果定律 那一切的这个数据与信息呢 我们都可以通过超级生命密码的书本呢 这个系统当中呢 去改变 去把我们原有的生命蓝图呢 是趋向负面的 可以因为我们自己的努力呢 一步一步的实修实练 而慢慢的趋向这个正面性的发展 那千万别入戏 那其实在我自己的领悟当中 我们如果是入了别人的戏 就跌入了人家的因果 那会让我们的能量一一的流失 流失 再流失 那其实我们要如何在这一出戏当中演出 而让自己不受干扰 不受这个 让自己有保护呢 那其实一切一切的解决方案 方法全部都在超级生命密码这本书当中 有告诉我们解答了 所以很感恩 那第二张卡牌 丰盛的光 静中生智 藉由心法的练习过程 把心静下来 智慧自然提升 很多过去不能领悟的事情 慢慢就有所体会 并且对一切人事物的来龙去脉 越来越清楚 太阳神的导师 感恩导师的教诲 那静中生智 真的是的确如此 我们的心其实真的是需要静下来 那当我们真的是给自己这项练习 每天给自己把心灵很复杂的声音给静下来 那会发觉到呢 原来眼前的困难 跟自己真的是息息相关 而且在静中真的会生智慧 真的是突然间会想到 原来这个眼前很困难的这个问题 方法竟然如此的简单就可以解决了 那也与大家分享 大家可以去Google YouTube 不好意思是YouTube 找寻这个阳光呼吸法 由太阳神的导师引领着我们做这个阳光呼吸法 仅有短短的五分钟 就会让我们身心灵真的是很放松 很静 很就是很 可以得到很多很多的信息 然后真的会让我们的心灵真的是很提升 然后很满足 再来就是这个 因为有太阳 生命存在放光芒 没有捷径 修行或者是修养心性都没有捷径 有人一听到没有捷径就提不起兴趣 现代人一切讲求快速 样样都想超捷径 如果有人告诉你修行有捷径 那绝对不合于忠道 在道童里面一定站不住脚 太阳神的导师 感恩导师的教诲 捷径 那其实没有捷径 很多时候我们人就会 失散我们自己的小聪明 而得到种种的方法来找捷径 那其实往往不合于忠道 不合于天地的这个轨道呢 就会跌得更加深 所以呢 其实在最好最好的捷径 就是一步一脚印的把人道做好 把我们的正能量补足 把我们的德资量补足 一切真的会不求自得 然后往好的方面 就厚盾很厚 有这个厚的债务来支撑这的时候呢 一切的不顺心不如意 真的会让天地给我们祝福加持 来顺心顺意 所以真的很感恩超级生命密码系统 那再次以感恩太阳公公给美根三张卡牌的祝福 也谢谢大家时间与聆听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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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